大家好 闫丽梦最近的推特被封 闫丽梦在14号与研究团队公布了一篇 关于中国新冠肺炎来自实验室可能的文章 刚发表在推特上就被删了 现在蔡霞也对这个事发表了看法 我觉得非常有趣 给大家分享一下 中共党校退休教授蔡霞看到闫丽梦推特被封 然后她自己也在推特上写什么 写叫匪夷所思 匪是土匪的匪 她这个全文叫闫丽梦的推特被封杀 真是匪夷所思 蔡霞在推特发文表示 推特管理层处理问题反差相当大 因冒充她的假账号相当多 虽然网友帮她举报和揭露假冒她的账号 但推特至今都没有处理 反观却如此神速的处理闫丽梦的推特 这其中怎么不引人生疑 期待美国政府进行调查 以切实保护言论自由的权利 这是之前讲的这个蔡霞 我现在对蔡霞我觉得非常恶心 这个人 用匪夷所思 你当了四十多年匪啊 蔡霞 你当了四十多年共匪啊 共匪那些办法不都是跟你学的吗 你不是党校的吗 你不是教共产党员的吗 从这个逻辑上说蔡霞你是匪首啊 匪首蔡霞觉得匪夷所思 匪首蔡霞啊 让美国切实保护自己言论自由 你看看蔡霞这个人啊 我觉得大家应该从这个逻辑上 应该很好理解啊 蔡霞这个当年在中央党校教共产党干部 怎么怎么什么控制舆论 控制这个言论自由 在中国的时候啊 告诉党员们 你们啊 应该怎么样控制言论 控制言论自由 在中国的时候 他控制言论自由 教共产党员怎么样啊 没有言论自由 怎么样控制言论 到了美国 他又呼吁美国政府 切实保护言论自由 保护言论自由 蔡霞 你这退休前退休后 反差怎么这么大呢 蔡霞啊 能不能解释一下啊 按我的我给大家说一个底层逻辑啊 我我这人很多看问题啊 一针间歇 我能看透的 底层逻辑是啥呀 这蔡霞是骗子 我告诉大家我怎么分析的 把这个底层逻辑给大家讲讲啊 那么蔡霞之前在中国的时候啊 他是中央党校教授啊 中央党校教共产党员 给他共产党员讲课 给共产党员洗脑 给共产党员上课 怎么做一个好共产党员 怎么做一个按蔡霞原话 怎么当一个土匪的 怎么当一个黑社会 蔡霞亲自教出来的 蔡霞是匪手 蔡霞所啊 他所教所倡导的 就是让你当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那这是蔡霞在国内啊 对不对 没有言论自由 教共产党啊 共产党员不要有言论自由 是吧 自己讲的嘛 共产党都是土匪 那他到了美国又开始啊 呼吁美国政府进行调查 切实保护言论自由 蔡霞呀 哪一句是真话呀 我想问蔡霞 按逻辑上说 这两句话是矛盾的 在中国蔡霞教共产党员 怎么啊 怎么当一个好共产党员 又怎么当一个好的土匪 怎么当一个好的 那黑社会 到了美国 又反抨击共产党 抨击黑社会 要保护言论自由 那他这两种话是相反的 按逻辑上说 肯定有一句话是假的 是不是 这个逻辑 他两个话是反的 他的主张也是反的 在中国时候主张 不支持言论自由 在中国主张 给共产党干了四十多年 教共产党员 怎么向他讲的 当土匪 到了美国 自己又什么 跟土匪切割 又讲言论自由 要保护言论自由 一定有一个是假的 你说是他退休之前是假 说的是假话 还是退休之后 说的是假话 你自己思考 绝对这两个话 不可能 你就啊 逻辑上说 两句话有矛盾 绝对有一句是真的 同样 绝对有一句是假的 有一句是假的 因为这两话矛盾嘛 那咱们可以从这个逻辑上判断 蔡霞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骗子 他说过假话 至少至于啊 他是在当共产党时候说假话 还是现在说假话 那你自己去分析了 我觉得蔡霞这个人 首先啊 他说过假话 他这个人并不真诚啊 那如果是在共产党的那个四十多年 他一直在说假话 一直有一颗追求自由民主的心 那他能 他能憋四十多年 一直说四十多年假话 当四十多年土匪 也不容易啊 也不容易啊蔡霞 那如果你 你现在说的是假话 你跑到美国 要美国人给你自由 言论自由 给你这些各种权利 你说的是假话 那你心里想的还是跟你以前在国内是一样的 哪有什么自由言论的 只是我为了在美国现在能换个身份 混下去而已 那我也能理解 那大家你从这个逻辑上推 那蔡霞这个人可信吗 所以我说 蔡霞这种人出来 简直就是第一啊 不光侮辱共产党 就侮辱所有中国人的智商 这蔡霞这种人 他怎么能相信他说的话呢 在国内 教共产党怎么压制言论自由 到了国外呼吁大家给大家言论自由 蔡霞你哪一句话是真话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